从前有一只老猪妈妈 她贫困潦倒 实在无力继续养活自己的三只猪娃 于是猪妈妈送走了孩子们 让他们自己去闯荡世界了 第一只猪蓝蓝 遇见一个卖稻草的货郎 于是便要求她说 求你发发善心给我一些稻草 好让我盖个茅屋去生吧 卖稻草的货郎可怜蓝蓝 便把稻草送给她 蓝蓝三下五除二 搭起一间摇摇晃晃的茅草屋 碰巧一头大灰狼经过 她推了推茅草屋的门说 小猪小猪让我进去吧 不不说什么屋也不让你进来 那我可就要吹气了 把你这个屋子吹个稀巴烂 大灰狼说 大灰狼鼓起肚子 一口气儿就把稻草全吹飞了 大灰狼把小猪懒懒吃掉了 第二只猪凑合 也遇见了一颗货郎 这回是个卖金雀花枝的 凑合便要求她说 求你发发善心 给我一些金雀花枝 好让我盖个窝棚睡觉吧 卖柴的可怜凑合 便把金雀花枝送给她 凑合七拼八凑 架起了一间 颤颤悠悠的窝棚 碰巧大灰狼又来了 他隔着窗户说 小猪小猪 让我进去吧 不不 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进来 那我可就要吹气了 把你这个屋子吹个稀巴烂 大灰狼说 大灰狼鼓起肚子 一口气儿就把金雀花枝 全吹散了 大灰狼把第二只小猪凑合 吃掉了 第三只小猪 聪聪 同样遇见一个货狼 这回是个卖砖的 聪聪有礼貌地问 能否请你借我一些砖头 等我盖好房子 过好日子 我再还给你 卖砖的二话没说 送给聪聪一些砖头 并留给他一些忠告 于是聪聪用砖头 砌起了一间结结实实的房子 大灰狼很快又来了 他透过窗户说 小猪小猪 让我进去吧 不不 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进来 那我可就要吹气儿了 把你这个屋子吹得稀巴烂 大灰狼说 大灰狼鼓起肚子 吹呀吹 吹呀吹 可房子纹丝不动 于是大灰狼眼中一转 想出一个坏主意 他对聪聪说 小猪小猪 我知道哪儿有一片漂亮的萝卜地 哪儿有 聪聪问 在老史家的园子里 大灰狼说 如果你愿意 我明天早上带你去 咱们一起拔萝卜 烧饭吃 你真是太好了 那么你几点钟来呢 六点整 大灰狼说 第二天早晨 匆匆五点钟就起了床 他没等大灰狼 而是自己去了老史家的园子 拔萝卜 六点钟整 大灰狼来到窗户口 他朝礼说 小猪 你准备好了吗 匆匆答道 准备 我都已经去过回来了 我拔了萝卜 做了饭 大灰狼十分恼火 他正想破窗而入 肚子又转出一个鬼主意 于是大灰狼说 小猪小猪 我知道哪儿的苹果长得又红又大 哪儿的呀 匆匆问 在老外家的果园里 大灰狼说 我明天早上五点钟叫你一块去吧 第二天早上 匆匆四点钟就起了床 他打算先去老卖家的果园摘苹果 赶在大灰狼露面之前返回家 可是这次的路途比较远 等匆匆爬到树上摘完苹果 准备下来回家时 大灰狼已经来了 大灰狼假装生气的说 我一片好心 你却自己先摘了果子 苹果好吃吗 味道好极了 我给你扔下两个块尝尝 匆匆使足了力气 把苹果往远处扔去 趁大灰狼跑向远处捡苹果的时候 匆匆跳下树跑回了家 另一天 大灰狼又来找匆匆说 小猪 今儿下午森林大街有个集市 咱们一起瞧热闹去 行啊 你即便来接我 匆匆问 三点钟吧 大灰狼说 于是匆匆像上两字一样提前出发 他赶到集市上去 买了一只黄油桶 可不巧就在他回家的路上 碰见了大灰狼 匆匆集中生智 钻进了大桶 大桶翻倒了 带着匆匆顺着山坡滚下来 朝着大灰狼来的方向 快速地滚过去 大灰狼惊慌失措 哇哇叫着 夺路而逃 晚上 鸡肠碌碌的大灰狼再次来到小猪家 他可怜巴巴地述说着碰上的倒霉事 匆匆得意地说 是我藏进了大桶 把你吓得劈滚尿流 我在集市上买了大桶 见你来了就钻进桶里 从山坡下滚下来 大灰狼气得咬牙切齿 我今天就是钻你家的烟囱 也要钻进你家的门 抓住你 把你吃掉 匆匆识破了大灰狼的诡计 他在炉灶上架起一口大锅 盛了满满一锅水 升起旺火 匆匆静静听着屋顶的动静 就在大灰狼从烟囱滑下来时 匆匆赶紧掀开锅盖 大灰狼一头栽进了滚烫的开水 匆匆匆立即压上锅盖 把大灰狼闷在锅里煮熟吃了 从此以后 小猪在新的家园 辛勤地工作 快乐地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